我七年的女朋友在Lok Club的時候 大家吃東西就拿著瓶子走 她就走過來 就問了誰有沒有走 對呀 親密動作 親密動作 什麼親密動作 她是罵女生打幾輪的 等等 前後 認識到發生 夾了多久 睡了 大家好 大家好 看到這個組合我就想起 上次下蘭桂坊 可能有些觀眾未看LadyLady的 就要再看 因為我們上集 四個女生加上我 就叫蘭桂坊 是 留下我嘛 我知道 下次我一定帶你去 你是沒有帶到最需要下那個地方的人 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試過在Club群遇過一些愛情經歷 愛情經歷? 我沒有這種福分 當然要問問要溫小朋友 那我就厲害了 因為LadyLady拍片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下Club的 我很害怕 很緊張 因為環境很陌生 但是 有個男生高 起碼是米九 你說很帥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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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記住 因為你是矮 你那個未必是米九 其實我拍下去差不多高 矮一點 重頭戲來了 他過來說 請我喝酒 請我喝酒也算了 然後就問我老IG 都算了 他摸我的頭 我看著 這個 除了摸我的頭 除了拖我的手 這個沒有人知道 好可憐 你把這些當作開心事 就代表你入世未深 有個入世未深的小刀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我會阻止 我知道我偷摸 突然之間 信雷不啟軟易 他們又離開了 我又這麼突然 怎知我朋友說 我可能拿不見了 我原來不是艷遇 是被人偷的 喜愛文獎 我還想說 我們的魅力沒法黨 去到外國都被人偷 原來不是 是被人偷 我聽過這個案子 好像是關於Cups 是嗎 是的 今天的案子 是說一個18歲的男生 在Cup 一場認識了一個大距七年的女生 現在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就打上來請教大家 不是認識你嗎 當然不是 Yuan 打上來 Yuan請教她 先聽聽 Hello Matthew 你好 本來的主持 大家好 你的聲音聽起來 很成熟 是不是真的18歲 我看得他像剛剛變聲 還未適應 真的18歲 低音炮 他說話有點嗲嗲 就感覺到他是年輕 聽說你和你女朋友 在Cup 場認識後 發生了一些問題 不如大家慢慢說給他 聽說什麼 我今年就18歲 有一個大約7年的女朋友 我們就在台灣旅行 那時候認識 就是一個 Lock Club 的時候認識 然後就回到香港 等一下 不要這麼快回來香港 我要在台灣知道 很厲害 因為我聽你的案子的時候 已經覺得 18歲認識到一個 25歲的姐姐 還要在Club 場認識 一晚而已 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你丟她還是她丟你 雖然我用這個丟字 哈哈哈哈 是呀 大家丟大家 哦 在Club 場上 單一跳舞 我就拿著紙子走 然後他走過來 就問裡面有沒有酒 然後就讓他喝 哇 哈哈哈哈 喂 Matthew 你是不是 咪九高 舊腹肌 超帥 你是不是沒有穿衣服 我不是在7月 但這樣真的很帥 不帥 正常樣 那麼自卑 不是 兼虛而已 是兼虛 不是 很難的 因為突然之間有個女生 像你所說的 在那個級場是老手 然後一見到你 就要過來問你 拿酒飲 不是叫你請我 什麼級數的男生 你才會這麼主動呢 看到 呃 你也動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總之是一個很帥的男生 他問你拿完酒之後 你就讓他喝 對 接著就是聊天 因為那時候我去過台 就是有一個無限的酒飲 其實就是聊天 對 親密動作 親密動作 什麼親密動作 抱著經常打機 等等 前後 認識到發生 發了多久 呃 睡了 呃 睡了 大太 打Karen 有些了道 接著會帶回我 A&B&B 做些什麼 我要很深刻的 大家想不知 噢 噢 噢 完了之後有沒有第二招 吻著皮 接著問我們現在是什麼 有沒有一個時刻 第二招再做一次 哦 即是在一起 沒有說什麼關係 對 認識那麼久 都沒有說過 大家其實什麼關係 二次 I'm standing 第二天就出了一場玩 所以大家不同 即是有延續的 這個couching 有延續下去 好 晚之後 你突然沉了船 可能很久沒有接觸過女生 哈哈 不是啦 你先說一下 我知道你是Black Huan 你之前有沒有拍過拖 有的 那時候是不是剛剛分手的狀態 不是分手要很久 OK 第二天 你們去了玩 然後那怎麼辦 繼續留在台灣玩 那我就先回香港 之後我們也有繼續聊 WhatsApp 其實是有感情的 未知的 Matthew可能有感情 那台灣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他已經長大過你七年 知道了 第二天就知道了 第一天就不知道 是 他知道了你小七年之後 他有沒有什麼 跟之前很不同 WhatsApp 說完你小孩子之後 他繼續在台灣玩 你離開了 那是不是因為知道了年齡 開始疏遠了回到香港 我一直找他WhatsApp 然後就回到香港 約了我一次出來吃飯 真的沒有確認 大家就 吃出街不拖手 所以多幾次就 一直這樣 正常人家拍拖之前 其中一部那麼表白 但其實我們是完全沒有 即是正常拍拖 是一定要確認關係 對啦 即是正常會的 但是 其實都沒有 怎樣覺得 是跟他在一起 怎樣去 就是 嘩 怎樣去 有些東西是隱瞞的 他容許你不做安全措施 是真愛才會這樣做 嘩 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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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暫時聽到你一開始是甜蜜 現在就好像有點難關 那你不如又說一下 你遇到的煩惱是甚麼 其實一個問題就是 我從來沒有他的生活圈子出現過 就是他的朋友 家人 社交媒體照 我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 所以完全是零存在感 所以我覺得是 最像地下情 我這樣理解 其實正常是大家在拍拖 你都知道 其他人知道 放閃 你允許當初大家沒有確認一段關係 但現在你又會介意他 不跟他身邊的朋友 或是家人說你的存在 那你有否跟他說過這件事 我有說過 他的回覆就是 大家差點看到 真的不相信 這就是你一直的狀態 現在呢 現在面對的人就是一個多兩個月 但是期間其實都是不斷吵架 有時 他是比較那些 晚上會出去玩的人 會經常跟單獨 跟男生一起吃飯 而我就是一個半宅男 有時我都會嚇醋 想問一下 如果那個女生這樣 其實我不是應該讓他這樣做 嗯 這是一個問題 是你平時相處的 我聽到就是說 因為你準備去外國讀書 另外一個問題 也是 不知道Londi怎樣 遺體 是不是都是呢 Londi也是另一個大問題 就是 他其實都已經是一個 半 放棄狀態 不停地說 其實是不可能的 有時跟我說 如果我去了街頭讀書 他喜歡了另一個男生 他就說不出拳 現在我就這樣聽 例如你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很想公開你的存在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們之間的連零差 第三個問題就是 他經常去玩 你很沒安全感 第四個問題 我也不記得 第四個問題 準備Londi 對 準備Londi 你想放棄 Miffel 你是很想維持這段關係 是不是 很想 我再問一個問題 深入一點的 你跟那個女生離開了台灣之後 還有沒有發生過身體接觸 就是性行為 直接一點 有一次 但她斷了之後說 其實她不想 更加確立到了 這個女生 可能第一眼對你的印象是非常之好 我都喜歡你 你的所有外表 或是性 like a body 對 like a body 我都是喜歡的 like a body 第一晚 不知道就阻礙了 第二天早上也不知道就阻礙了 但誰知道 聊聊聊天 發現原來你是小了七年 她就好像覺得不行 那之後你所謂那些什麼 合不合措 其實就個個都會的 這些是一個小問題 但最足以影響到那個關係 就是其實她根本就是介意 你小時候她 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這樣去說極 她都不會聽入耳 第二那個去外國問題 所有都是藉口而已 她根本就是用紮紮理 我覺得沒有的 我覺得 你對這個女生 你覺得你自己跟她算不算是一個很match的組合 其實認真說 應該不是 我們第一年紀不同 我還沒出來工作 我都不知道工作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自己其實都幫不了解決任何的問題 跟大家的價值觀 所有的東西都不一樣 又不停的爭執 所以令到她開心的時候就在想 有時候 就算你多喜歡 你很放手 我最老的選擇 一個25歲的女生 她跟一個18歲的男生拍拖 首先她會想 你還在讀書 拍了4年之後你才22歲 我已經29、30歲了 如果我到時要跟你走到下一步 已經很難了 可能要等到你26、27 你穩定一點才行 第二樣就是 就算她跟你在一起之後 怎樣跟家人交代 另外一樣就是 她怎樣面對朋友 你認識了18歲的小孩子 就是這樣 其實她在很多方面 都是面對壓力的 所以她落閘 我理解到 那接下來兩個月 我就去加大讀書 我就想 大家可以開心心 拍了兩個月 就想其自然 就是留一段美好回憶 如果你說長遠發展 其實就應該很難 是不行的 因為你們都不是大家想要的人 而問題就是 是不是長遠發展 就不能夠留一段美好回憶 我覺得未必的 好頹目 你怎麼想這一刻 當時是不可能成功 是 因為自己都試過兩次 還是三次 就是沒有成功 所以她已經抱著一個 令希望的心態 所以其實我要說一些好的話 剛剛好像很傷感 其實她真的喜歡你 只不過現實的問題 如果她不喜歡你 完全沒有誰要跟她相處下去 立刻不理你 她真的內心對你冷了情 可惜現實上 因為距離 而她覺得沒有可能發展下去 我是黑偶面 我就可以覺得 那女生會不會因為太尷尬 因為已經發展了 之後突然又說 你太小了就走了 我就好像借完鬆了 所以就維持一個朋友的關係 我又不跟你一起 我不是這樣看 我也不是這樣看 我是相信任何 女生有時的身體 男生就是這樣 這麼容易 以為女生就是這麼美好 這麼鮮亮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不想做壞人 如果她為了 令到她不要太傷 而又跟她繼續一起 做朋友 做朋友 這個會有些難度 幾個月後她就躺了 那就沒有人會再在這裡 追蹤我了 不是啊 你們太小了 因為我告訴你 我是過來人 所以我很清楚 如果她不想跟你在一起 職人就消失了 誰會幫你想得到 我想Mathiel 其實她對她是有一點意思的 小小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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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白的 但你這一刻很傷心 但再過幾年後 你會發現這件事是值得小朋友思維 是啊 哈哈哈哈 因為追蹤姐姐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雖然你這一刻很不開心 但你過到加拿大之後 加拿大的世界多姿多彩 鬼妹啊 這麼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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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世界 還有不要那麼多 呃呃呃呃 開心點 還有人先 有她家大 這麼年輕 是 我 小小小小 好了 謝謝你 擺一擺在那邊 謝謝你 謝謝你分享 拜拜 拜拜 我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好像很壞 為什麼 我不壞了嗎 不是 我好像一個阿叔 例如小朋友在那裡對愛情有美好的憧憬 好像不停在那裡掛他 撿啊 面對現實 我知道為什麼Dixon有這麼心態 因為他生得出他 所以他現在當爸爸 就是 臭小子你不應該這樣 是 還是一個追不到女的 叔不停地掛你 青春就是這個樣子 她18歲而已 這個愛情觀就很合理 很順 請問Yvonne一定明白 我很明白 因為年輕人就會對每一段感情都當作最後一段愛情故事 加上越崎嶇的感情路 我們就越狠 要蹤進去 越難越愛 我之前要轟轟 我的同齡的朋友 年輕人 都是很多感情都很多人反對 你不要跟他一起 不適合 那些東西 他就越蹤進去 不知為什麼 可能這些就是青春 你自己都是這樣 我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觀眾會想 拍了幾個月 要不要這樣 要生要死 但是我想說 我18歲的時候 更壞 是嗎 更壞 你們說 有機會 聽你講清楚 是吧 但我也相信 慢慢拍幾次 都會好一點 愛情要練習 姐姐 就是愛一個上一課 愛到現在才能修成正果 18歲而已 大把 慢慢試多幾次 是 好吧 今集是這麼多 下集見 Bye Bye